Hello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一碗热腾腾的素菜 卷心菜炒粉丝 首先呢 我们要把卷心菜外面不好的外皮拿掉 然后冲洗一下 那挑卷心菜呢 要挑这种的 皮看上去皱皱的 卷卷的 你觉得是松松垮垮 其实不是的 它只是一种品种 不代表说它就一层一层很松 那你挑的时候呢 要这样颠一颠 相对挑重一点的 然后我们先去头 一破二 人少的话 半颗就够了 我们把它切成条状 这个方向切 可以把梗切断 那家里呢 正好有油豆腐 那我们把它切小 炒在一起 也不错的 接下来粉丝用开水泡上 然后就可以开火了 那时候这道菜呢 油可多可少 因为有粉丝 粉丝吃油 菜先下 边炒到 它慢慢缩水了 我们就下 油豆腐 转过头来 粉丝也泡得差不多了 下锅前呢 我们给它剪短一点 菜煮到你喜欢的程度 我们开盖 下粉丝 粉丝下锅后呢 一缓缓锅里的水分 就会被吸干了 我们炒透它 炒透就好 不要再盖回锅盖了 否则菜会五黄 最后放适量的盐就好 因为卷心菜本身就甜甜的 拌匀 装盘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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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